我们将以画面上的这个零件来示范如何建构出一个薄壁 以使薄壁含有所谓的斜接角落 首先点选板金再选取这个边为薄壁的附着边 按建立平坦壁的图示 将平坦壁的正面造型由原先的矩形Rectangle 改为使用者定义 再选取Shape底下的Sketch 画面上的箭头按一下 另视角方向朝内按Sketch 零件就转为前示图 先选取四段线 为草绘的参考线 再画三条直线 按勾选的记号 将板金键转为3D视角 选取Relief 勾选Define each side separately Side1跟Side2就会自动被设为Rip Relief也就是裂缝式的直列槽 按勾选的记号 按一下滑鼠左键 我们将这个区域放大 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已经被密封起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斜接的角落 这就是这个区域放大